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说明 中意音句型介绍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复习一下合句 合句是由两个独立子句组合起来的 中间要加一个什么 对的连接词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独立子句 再加一个独立子句 就有点像我们的单句一样 然后加一个逗号 中间加一个对的连接词 就成为一个合句 合句的对的连接词是fanboys 还记得吗 我们是由七个对的连接词 结合起来的 但是中间有一个连接词and 它的用法比较特别 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 用到and的机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用一个分号来取代 我们看句子的例子 John is a good student 然后加一个逗号 and he studies hard 所以这里是一个独立子句 一个独立子句 加一个逗号 用and来连接 那我们同时可以变成什么呢 John is a good student 分号 he studies hard 同学要学会到这个怎么样使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副句的部分了 副句跟合句有什么不一样 副句呢 是先加一个重属连接词 然后呢 再加一个什么 重属子句 然后呢 一个逗号之后呢 再加独立子句 记得我们讲过对的连接词有七个 那其他的呢 就是重属连接词了 所以记得是先放重属连接词 加重属子句 然后加一个逗号 然后加独立子句 我们来看例子 如果这是核句的话 he is a nice guy 逗号 but I don't like him 记得 这两个独立子 中间要加一个逗号 然后加一个对的连接词 如果改成 副句的话 though he is a nice guy 逗号 I don't like him 这是加重属连接词了 然后这里呢 要加一个逗号 这是我们比较 和句跟副句的不同地方 好 这里有个问题 请同学来做回答 那符句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形式之外呢 还有一个可以用使用的方式 我们刚刚讲过是 先加重属连接词 加重属子句 加逗号 然后加什么 独立子句 但是也可以把独立子句怎么样 往前调 也还是可以往前调 那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它如果重属子句先出现的话 记得一定要加逗号 来隔开来 把两个隔开来 我们看一个例子 if you come if you can come 逗号 I'll wait for you 所以 重属连接词 重属子句 加一个逗号 主要子句 那如果我们把独立子句往前调了 然后呢 再加什么 重属连接词 再加 重属子句 同学注意到了 这个逗号就不见了 就不需要了 记得 如果独立子句先出现的话 就不需要用逗号来把它隔开来了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用一个句子来看 如果把独立子句往前调 I'll wait for you if you can come 所以这个时候 不需要再加什么 加这个逗号 在这里 好 这边有个问题 请同学做回答 我们怎么样来使用 复句呢 复句 依它的使用的情况 我们可以分成 名词子句 复词子句 跟形容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又是称作关系子句 这个部分我们有特别单元作文介绍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讲名词子句跟复词子句的使用 我们看这个句子 When I saw the ghostly figure I was terrified 所以这边前面先加了重属连接词 加重属子句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加逗号 要加一个逗号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它是表示时间的 我看到那个 ghostly figure 像鬼的样的形象 我吓死了 I was terrified 所以这里呢 是表示时间 当我看到像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 我很害怕 好 如果说 I do not go to school when I feel sick 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不去学校 就看到了 先放独立子句 然后重属连接词 然后是重属子句 所以这里就不需要加逗号了 那这个也是表示时间的 我生病的时候呢 我不去学校 记得 那在这里呢 Mark is not going since I never invited him 这个since是原因 因为我从来没邀请他 所以他不去 在这里也是一样 先放 主要句子 然后重属连接词 后面重属子句 所以它不加逗号 它是表原音的 复词子句 因为下雨了 所以这个游戏比赛就取消了 所以because重属连接词放前面 然后重属子句 这里呢必须要怎么样 要加逗号 记得 if you want the pizza you need to order it now 所以这里呢 先放重属连接词 表条件的 重属子句 主要句子 这个情况下必须要怎么样 要加逗号 所以这是表条件的 复词子句 这里有个问题 请同学回答 我们刚刚讲过了 复词子句了 先要看一下 名词子句 I know that you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主词动词 后面就要授词了 所以它是用that 引领的一个名词子句 做no的授词 What the man did was not polite 那个男人做的不礼貌 所以这里呢 主词 后面是逼动词跟什么 主词补语 所以这里 它是做整个的子句 做句子的主词 所以是一个名词子句 作为主词的名词子句 I know the man who is sitting next to my father 我认得那个人 那个坐在我爸爸旁边的人 所以这边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形容词子句 我没有称为关系子句 是用这个子句来修饰前面的man 是哪一个人呢 把他定义了 坐在我爸爸旁边的那个人 I can't remember the day when we met 不记得我们碰到的那一天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 所以这里呢 动词受词 然后when we met 来修饰是哪一天呢 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来修饰这个the day 是一个关系子句 这里有个问题 请同学做回答 有些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副句进行简化 所谓就是有相同的部分 比如主要子句 跟从属子句里面 有相同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省略掉了 然后可以造出比较简洁 又清楚的句子来 这叫做简化子句 简化子句它是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经常用得到的 因为它是句型上比较活泼 效果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你用得不小心呢 就会容易出错了 你随便省略掉的话 把一些不该省的省略掉之后 就会出错 比如我们看这个句子 Larving loudly The movie was over 我们大笑 电影结束了 所以到底是电影在笑呢 还是人在笑 所以把主词 这边应该是人在笑 对不对 你把主词省略掉了之后 结果这个句子就很奇怪了 像这样子就是一个错误的句子 好 这里有个问题 请同学回答 我们还有哪些的用的这种简化子句呢 我们看一下 还有的最常见的是分词构句 比如说主词都是Nikolas 他越来越生气了 growing more angry and frustrated 他怎么样 walked away without saying a word 所以主词相同 我们就把他怎么样 把他这个主词省掉 把动词变成什么 变成ing形态 所以变成一个分词构句 它原来是一个副句 前面是一个重属子句 把它省略掉了 我们可以说 when Nicholas grew more angry and frustrated 把重属连接词省掉掉了 把主词省略掉 把动词变成ing 我们还可以用独立片语 来形成这种简化子句 比如说to tell the truth 这是一个不定词的片语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n my opinion He's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e job 这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Generally speaking No one can survive a plane crash 没有人可以在空难中生还的 一般来讲 所以这里呢 它是一个现在分词片语 Speaking是现在分词 No doubt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entertain these beliefs 毫无疑问的 人们会继续相信这些信念 No doubt 这是一个名词片语 我们看 The books written by J.K. Rowling are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这个写Harry Potter的这个作者呢 他所写的书是在年轻人中间很受欢迎的 所以这里呢我们是用什么 是用一个过去分词的片语 来修饰the books 所以原来是说the books which were written 把它简化了 只剩下过去分词了 好 这里有个问题请同学回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它是一个sentence呢 还是一个fragment 他到底缺了哪些部分 After the teacher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em last year And he was making great improvement with each passing test 这老师在去年花了很多时间陪他 然后呢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进步 在考试每一次考试他也做了很多进步 这样子的一个句子其实还没讲完 后面还需要主要子句 所以只是用after 重属连接词 后面接了一个重属子句 重属子句里面有两个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the teacher 第二部分 he was making great improvement 所以同学不要被骗了 以为说他这是一个完整句子 如果他这里and不要的话 也许我们还可以 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句子了 可是他这边加了一个and 就变成说这两个是一起的 把它联合在一起 做成一个重属子句 用after重属连接词来引领它 它缺乏主要独立子句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部分 但是真正的独立子句并没有出现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句子 he is the man can run very fast now is the time the movie starts 这两个句子 是sentence 还是brevment 缺了什么部分了没有 he is the man 我们看到 he is the man 这是一个句子 can run very fast 这里缺了什么 缺了主词 缺了主词 所以必须要写什么 he is the man who can run very fast 把主词加回来 下面一个句子也是一样 now is the time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重属连接词的 when the movie starts 这样子的话句子才是正确的 好我们的讲解到这里结束 感谢观看